马尔要制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马自达目前正在进行电气化之旅 和SUV推广 同时,仍为替代燃料敞开大门 一辆新的跑车是否也即将问世 虽然马自达将MX-5作为其主要跑车销售 但传闻中的转子光环车已经断断续续有一段时间了 该品牌最终可能会在新跑车上破土洞工 加入MX-5的阵容 在葡萄牙举行的CX-60发布会上 马自达欧洲设计总监Jose Daniel Butt 对另一款跑车与MX-5并排的想法很感兴趣 那会很酷不是吗? 当然是的 每个人都想要一台跑车 Stanier Butt先生说 当被问及它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它或MX-5是否会成为电动汽车时 Stanier Butt先生毫不畏颜表示 任何电动马自达跑车都需要成为一件艺术品 它会很漂亮 但最重要的是它会开得很好 我想它会比当前的MX-5驱动得更好 我可以想象自己开着一辆电动跑车 穿过树林那会很好 继马自达登记阿尔品牌商标之后 这表明它正在开发一个运动型子品牌 阿尔名称将背离马自达的标准 马自达此前曾使用MPS-RX Mazda Speed 标志为其高性能汽车 然而它最近确实在一系列图像中 使用了R2360 Coupe来庆祝其100年 马自达是在准备致敬吗 关于马自达回归转子性能汽车的潜力 最近一次是RX Vision及其GT3衍生产品 或者是Grand Tourismo特别版 大家是否和我一样 期待着这辆跑车的到来呢 另外 日本媒体认为两家公司将共同努力 将马自达RX7继任者 和最近的丰田GR GT3概念车的量产版推向市场 这主要基于RX Vision和GR GT3概念车几乎相同的尺寸 它们的长度 轴距 宽度和高度大致相同 两家公司共享一个新的后轮驱动平台也很有意义 因为这将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虽然这两款跑车将共享基础 但两款跑车的显著差异在于引擎盖下 丰田预计将获得传统的动力系统 但马自达对Wanko发动机的偏爱 可能意味着旋转电动混合动力装置 虽然对这种旋转式混合动力装置的实际细节支支甚少 但据了解 马自达的目标功率高达370千瓦 这将确保这款新轿跑车是一款真正的高性能汽车 据了解马自达优先考虑开发主流车型 如Skyactiv-X发动机技术和即将推出的CX60极其新平台 但RX9或任何名称被视为必须做的 一个拥有U9性能双门跑车传统的品牌 但自RX8消枉以来一直依赖MX5 根据Best CarWeb的报告 我们最早可以在2023年看到RX9 丰田版本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出现 有趣的是 马自达对RX Vision的最后一次官方评论 是Grain Tourismo视频游戏的虚拟GT3概念 鉴于GT3赛车是新GR车型的主要焦点 这两款赛车将来可能会在公路和赛道上竞争 赛道上竞争 赛道上竞争